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今天的主角是这台打印机 大家别误会哦 今天不是要拆它 而是因为刚好这台打印机没有墨了 所以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超低成本的超完美的打印机使用方案 那这台打印机呢 是兄弟牌泡沫打印机 型号是dcp-j957n 大概是我六年前买的 所谓的超低成本呢 是因为我一直在这台打印机上 使用最便宜的墨水来打印 就是这种瓶装的墨水 还有这种 这种一瓶200毫升 比可乐也贵不了几个钱 但是至少可以打印1000张一次纸吧 所谓完美 是因为我每次都将这种墨水加到原装墨盒里 并且填充完毕之后呢 墨盒容量的标识 可以到出厂的满容量状态 并且在此用镜的时候呢 打印机就会完美其事 说墨水将要用镜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用相同的方法 再次完美填充墨盒 那一直以来啊 都有使用非原装墨盒的话 会读打印头的说法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哦 我这台打印机 除了刚买来的时候 原装墨盒里的墨水是原装的以外 之后我一直使用的是这种 大瓶的廉价墨水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墨水有染料墨水和颜料墨水之分 顾名思义 燃料就是会渗透到纸张内部 可溶性的墨水 颜料墨水 我的理解是会留在纸张的表面 所以颜料墨水应该是有很多 不容结于水的颜料颗粒组成 所以我觉得 原装墨水应该比颜料墨水不容易堵头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想当然的理解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 请大家告诉我一下哦 原装墨水的黑色墨水是颜料墨水 其他三种彩色墨水呢 是燃料墨水 因为燃料墨水不容易堵头嘛 所以我不论是黑色还是彩色 我都会使用燃料墨水进行填充 为了证明这种廉价墨水不会堵头 我们就让这台当事人打印机 来告诉大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就打一个报告吧 OK 总共打印的纸张数是5276页 它都打印了5276页了 但是从来没有堵过一次头 这支器真的不错 从来没让我超过心 它的前任是一台惠普打印机 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OK废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高效简单的填充 这个兄弟牌打印机的原装墨盒吧 首先呢 就是需要取下要填充的墨盒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哦 那现在机器的状态呢 是黑墨跟这个黄墨 上面墨水没了 黑墨已经出了改来号了 那就黄色的墨盒跟黑色的墨盒填充一下吧 那我们首先把墨盒取出来 打开盖子 这次是黄色跟黑色 那么我们先把黄色和黑色取出来 OK我们准备就绪了哦 这次要用的东西呢 墨水是这种最普通的这种墨水的 随便什么牌子都可以哦 只要是两辆墨水就OK了 然后呢 本来黄色的墨水我这次用完了 我开一瓶新的这种大容量的墨水 那我们今天先从黄色墨水开始吧 那为了避免把桌子弄脏呢 我建议大家铺一张报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窗哦 这里啊一点墨水都没有了 这个像是防尾标志一样 彩色的很漂亮 然后这个针筒呢 是一般大家买墨水的时候 它会送你一个这样的针筒 那我这边做了标记哦 彩色的墨水呢 我每次只加3毫升 然后黑色的墨水是6毫升 这样就可以加满了 因为黑色的墨盒比彩色墨盒大一些 大概是一倍左右吧 OK 你们看到这里 黄色墨水在这里 这样的话 下面还能看到有一点墨水在里面 这个是上面 这样的话就已经没有了 再准备准备一下餐厅纸哦 万一有溅出来的话 可以擦下手了 OK 然后呢 这个墨水啊 你随便找个地方扎个洞 不要把这张磨给撕掉 直接扎进去 哇 OK 这张磨好硬 抽3毫升哦 OK 差不多就3毫升了 我们再多抽点空气出来吧 没有关系 好了 把这个墨水可以放一边了 这个时候啊 你把针头拔下来 我们挂墨水的时候 不需要这个针头 这个针头只是用来抽墨用的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白颜色的 这个抽墨口关进去 这个墨盒这样拿 然后呢往这个孔里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呢 从这个角度看啊 这样垂直的话 你墨水不能挂进去 你要不要歪一点 对 这样一个角度它就通了 然后你只要拿着这个针头 先抽出一点空气 让气泡出来的 再相同的量放回去 再抽出一点 再放回去 就这样 不要一次幅度太大 太大的话大气压强 会把这个墨盒给弄破了 你看 就这样反复的抽 然后再推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活塞动作 OK 好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填充的成果 这个是上面 这样就已经满了 看到没有 好了 接下来我们灌这个黑色的墨水 黑色墨水现在是空的哦 还有一点点 这个是上面 完全是空的 好了 黑色墨水我这瓶还有一点 我继续用这个墨水 黑色墨水是6毫升 OK 我们抽6毫升出来 哎呀 这个墨水快没了 有气泡了 OK 最差不多就是6毫升 多抽点空气进来没关系 3毫升感觉还挺少的 但是6毫升 真的是量挺大的 然后把针头拿掉 把它插进去 斜一个角度 然后 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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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墨水就慢慢的下去了 好了 没有了 OK 多余的墨水 给它 用餐电纸吸收掉 好了我们看黑墨 也灌满了 黄金色墨水也灌满了 黄金色墨水是透明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墨盒装回去 接下来就要说到如何重置这个墨盒到出厂的状态了 这边呢我要夸一下兄弟牌打印机啊 真的是很贴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这个墨盒填充完毕之后呢 就直接插回打印机哦 看一下哦 那我们先插这个黄颜色的好了 然后我把盖子盖上 他说少了一个 那我把这两个全插回去哦 他说黑色墨盒看不到 然后盖子盖上 他都不问我 你看这两个墨盒直接就满了 本来他会问我一下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两个颜色都印满了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跟原装墨盒相同品质的了 基本上 除了墨水不一样 下次呢 这个墨水快用完的时候 他还是会提醒你 OK啦 这就是我的完美的超级成本打印方案了 因为打印成本非常低啊 平时我都会随便打印一侧说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五六年时间里面 会打印掉五千多张的原因了 当然这个方案也不是没有缺点 我们实事求是 缺点呢就是你打印出来的纸张啊 遇到水的话比较容易化开来 原装墨的话他也会化 但是化的不会这么严重 当然我其实不在意这种东西了 因为谁会没事干人让纸张去沾水呢 那这次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应该只针对于兄弟牌打印机有效 那我测试过的机型呢 除了自己这一台DCP-J957N 我还推荐过朋友买了一台DCP-J952N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填充墨水的 如果你也有兄弟牌打印机的话呢 那赶紧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吧 欢迎大家把测试结果反馈在留言区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了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